来请教 要等他 对 开始了 那就是 我叫陈景雪 然后他叫任世宏 我们俩是同学 小学同学 然后就是因为 我本身是一个退休老师 然后但是因为我的 指标里面 我有看到的是 我们有一些孩子 他是有身心障碍的特质 但是他们却是 有另外一方面的天赋 比如说 我看到的是蛮多是那个 他绘画画得很好 而且是很有天分的这样子 绘画的那个部分 那就想说 也找了一些资料发现是 我们的那个 身心障碍朋友的就业率是低的 是低于一般人的 那个就业率 一般人大概就是差不多60 他们在这20 然后失业率的话 大概是他们8.1 然后我们一般人 大概就是3.7左右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 是其中这些数据里面 应该是有蛮多 是他们都是没有正式在所谓的就业 然后可能就是从学校离开以后 那可能也就 因为我们的那个社府也好 或者是教育的体制也好 他们就是从学校离开之后 就有点比较没有办法在后续提供给他们 那所以就想说那是不是让他们的这个才能 有一个发挥 那所以就想说 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个是把他们的这些作品 然后去做数位化 那数位化之后呢 这些作品我们再去找 就是一些相关的这些厂商 然后让他的这个数位作品可以是做成很多的这些文创的商品 甚至是这他的作品也可以把它置入到比如说像观光产业里面 因为像我们也有 就是像他画的东西就可以是在我们在推所谓的观光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拍实景的观光 我们可以是像他们画的这个东西就可以把它并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其实看起来那个地方会是更有更有那个意思 然后大家正想要去那种地方玩 就会是像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或是他可以做成很多的这些不同的这些产品 那这样的话就会变成是只要他的东西有被使用 那他就可以有一个回馈授权金 然后这个授权金就可以回馈到他身上 那他也就不会是他很辛苦的画一张画 可是他画那一张画就只能买一次 然后可是对于尤其是有些人 他的家里的经济环境不是那么好的 这些要画画的都是要花蛮多钱 不论是颜料不论是纸杂 然后他的作品就是只能买一次 然后那他用无以为继 那如果他的这张作品如果是很被大家喜欢的话 那他就可以去把它做很多次的使用 然后他就可以他拿到的那个钱 就会比他光是卖这张画的钱会来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想要是做这样的一个桥梁的工作 那就想说那目前现在我们会去积极的去联系 这一类的有天分的这些艺术家 然后去跟他们谈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可能性 因为一定要取得他们的一个信任嘛 对啊当然 然后才有可能 常常是 他不像之前是点点善嘛 就是隔壁干嘛点的那个经营团队 他跟血汉儿基金会 还有跟市藏的这个天官的协会 那有过跟这个非常相的合作 那之前我有参加一个 就是最近那个玛丽亚基金会 比较是就是智力方面 对那但是他们是跟那个做袜子啊 还有一些包包啊等等的设计师合作 那他们也去用类似群众的字 然后把他们的这个创意变成袜子上面的花样 所以也不是只卖一次这个画 也是变成类似设计师啦 这样子的一种态度 所以现在确实就是 看起来是越来越多人在往这个方向的行 那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有一些那个困扰跟疑问的部分 没问题 就是说目前因为我的同学他本身 他就是从事运刷的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 所以他就想说那如果他的公司的部门 有一个部门就是专门来做这样子的 这就是等于是在公司的转型嘛 那这样子算不算是一种社会创新 他当然是一种社会创新啊 任何人只要去愿意公开的做一些 大家都可以参与对公共有利益的事情 这个行动本身一定是社会创新 这没有问题 那他符合所谓就是目前现在 我们有在网站上面有看到有一些就是说 他是要社创的一些比如说 团队的他的一些 你说登记吗 社创组织的登记 基本上就是他愿意揭露出来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们并没有说他符合你的收入 一定要百分之多少是就是透过市场 你如果大部分是透过捐助 只有少部分是透过市场 那这个在以前大概不会被叫做社会企业 这个就是有一些产品或服务的公益团体了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社会创新组织的这个定义比较宽 所以他还是可以注册进来 变成我们的社会创新组织 那同样的道理 一家公司他如果有一个 他在章程里面或者是说他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说 我就是有一个产品线 专门做这种公益目的的东西 但是我大部分其他的产品线还是在赚钱的 但是要讲清楚 那这个还是一种社会创新的组织 所以这个的定义就比以前的设计要稍微往两边都快了一些 OK 好 因为我们原来以为就是说他一定是要整个全部通通都是在 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要求就是要讲清楚 他不能够说 他比方说我今年有赚钱再来捐一点 那种就不算了 而是说他不管今年赚不赚钱 他就是先说那我这个部门或这个产品线 或多少人多少预算放在这个上面 那所以他只要愿意事前揭露 那事后也告诉我们说他有说到做到 那这样子就算 没有去算那个帕数 对 但是不能说就是事前什么都不承诺 只是说我们会尽量做好事 那这样大概就不太行 OK 好 了解 那再来就是说 另外一个是 当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些有身心障碍的 这些朋友 他们有的他会有所谓的那个身心障碍 对生活津贴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说他跟我们有这样的合作的话 那他会影响到他 会不会就是 那这个你算是授权费对不对 这并不是好像说每个月固定给他钱 这个要你这边卖得出去才温润 对不对 那这样应该不太影响 所以就不影响 OK 好 因为就是当然就是有卖出去他才有温润 没有卖出去的话就没有 对啊 刚开始一定都是可能有时候有的时候没有 对啊 对啊 OK 就是他签这个月本身 除非你有那种保底 就是说每个月固定给他多少 不然他签这个月本身不会让他丧失资格 OK 就是说只要我的跟他的这个合约上面 我不是一个说 不是一个说每个月固定给他多少钱 你如果固定给他每个月五万块 那当然他就不要说这个中低收入啊 可能一下子就什么都不算了嘛 对 那但是因为你并没有保证这样子 你只是说有分润等等 那所以不会因为他签下去就算是这个资格 嗯 对 对 对 那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他这个整年度的话 对 他的这个什么 他的他的 嗯 他的 他多到一个程度 对 是不是会影响到 下一年度生成的 是身心障碍生活补助的那个资格 那个就要看给补助的那个机关怎么怎么 怎么写 这件事情 好比像说 呃 如果你会觉得影响到露营那个致病机可以关掉 他旁边有一个 有一个按钮可以把它关掉 对 那 好比像说像 呃 地方政府的社会局 嗯 有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 补助嘛 那这个我们在卫福部社家属 呃 也有他这个身心障碍安全医保障法 的这个补助 那以我的理解就是说 他的算法是按照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然后以及呃 这两个都不算去去算 那如果是像中央的这样子算的话 可是以我的理解就是他只有低收入户 比较多 但是中低跟 呃 就是中中收入以上 其实是一样的 按照我们这个 呃 生活补助非法际办法 嗯 所以他如果本来是低收 那因为这样子变成不是低收 而变成中中低收 嗯 那其实他当然会有一点点损失 没有错 嗯嗯 对那但是他如果现在是中低收 就是四千七百人 嗯 嗯 那但是他变成非中低收 那还是四千七百人啊 没有什么差别啊 嗯 所以从中央的角度看起来 似乎没有什么差别 对那 所以就是只有低收入户 他如果本来是低收入户 那确实会损失 嗯 地方来讲的话 好像如果以台北市来讲 损失三千八百块嘛 对那但他如果本来是中低收 他也不是低收啊 就是中等收入户 的话没有损失 嗯 这就是我们所谓解释的程序 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他们对这一些东西 当然会比较 是是是 比较要计较 我理解啊我理解 当然的 好 那再来就是说 嗯 目前现在就是 知道刚刚我提的 就是他们离开学校了以后 对 那他们变成是说 因为当一个人的那些创作 我们要去公布他的时候 嗯 其实是他需要有 再更多的一些刺激 跟接触 跟经济嘛 那因为他 当他们离开他的学校以后 就等于是 这样的资源就 他是有终身教育的体系啊 像社区大学嘛 嗯 很多社区大学 有艺术相关的 课程 那如果体制内的大学的话 他们也有有的时候 有像 高教生跟嘛 大学社会责任 嗯 有一些是艺术相关的 嗯 这个不过因为大学自治 所以就是要分别的 去跟大学谈 但是我们在 好比像说 大学社会责任 的那个网站上 你可以直接去搜寻 哪些跟艺术 或哪些跟这种 就是身心障碍者 比较有关 嗯 然后可以去跟那一个大学的 大学社会责任的 那种心态 嗯 嗯 有点像是你要去跟大企业的 企业社会责任 那边谈 那边谈 嗯嗯嗯嗯嗯嗯嗯 那时候没有想到可以找他们的大学的社会责任中心的部分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就可以有一个机会是 至少是还可以再有一些比如说专家的一些给他们的指导 或者是这样对他们来说会有更好的一个部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有关于那种数位授权的这个业者 我们这个基地是最近有培育一批就是刚毕业的新创跟社创的业者 那里面有一个就是在做数位授权的 它叫做乐创吧还是乐意创 L-E-T-R-O-N L-E-T-R-O-N 不过它做的是音乐的但是也是就是数位授权 那但是我想后面的技术是很类似 不管是音乐还是画画 所以也许可以问问看他们 好那我要怎么跟他们联系 应该他们有有官网 从官网就可以了 L-E-T-R-O-N L-E-T-R-O-N 乐意创 或者叫做乐点 乐点是他们的APP 应该很容易可以联络到 他Facebook也很常更新 所以你传个Facebook讯息给他就可以了 说不定到最后发现这些声音障碍者也有音乐点 有有有其实是都有 这是因为我本身我对平面美术的部分比较熟悉 是是是是 所以我才想说从这个地方开始 了解 因为他们之前有另外接触到 就是他们有的不止有的是音乐的 有的是也有音乐也有美术 然后有甚至于是 他在那个什么肢体表演上面也都是很棒的 那很好 对那但是就是因为 我比较稍微熟悉的 是在美术的这个部分 所以就想说就先从这个地方先去切入 然后那等到有心得了以后 然后才才能够说再去扩张 了解 找其他服务其他的这些朋友 这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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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就是 呃 如果我们呃像这样子的一个呃 就是我们去做刚才您说的那个所谓的社会社换组织的那个登记 那是呃就是呃就是只要在网络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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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我们社会创新平台就可以了 嗯 如果需要解说的话我们这边有那个 呃大家刚刚看到有一个I的那个就是有一个询问室 那也可以请那边的朋友帮忙 嗯嗯嗯嗯嗯 好也就是说我们在试信的时候 我们必须保持所有的整个架控 對,你們公司願意花多少資源在這個上 然後可能每年都要有公佈說實際上到底做了什麼 就四星葉有一個計劃 對對對 但並不複雜,並不困難 不能只是說口頭上的職業 對,因為主要它的目的就是我們能夠每年回來 看說到底有沒有說到做到 我們並不是說你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力氣都來做公益 但是也不可能是說說要盡量做 最後說我今年公司沒賺錢我就不做了 那這樣子好像也不能說是社會創新 所以大概就是講清楚說願意花多少力氣在這個上面 它能夠達成怎麼樣子的效果 那這樣其他人想幫忙才能一起來幫忙 所以就是只要是有明確 類似就是說我們在所謂的公司的組織章程裡頭 去加上這一條 就是說我們新增了一個什麼部分 而且這也是保護你們 因為這樣子的話公司的股東就可以知道說 因為他的投資的錢 有一些他要很久才能夠收回來 但是並不是侵犯他們股東的利益 而是因為這個公司本來就是 有部分是比較快可以賺錢 有一部分是要比較慢才能夠賺錢 這樣 那就是委員您在這邊看到的就是比較多的 也都是屬於是在這樣的平面上面的這些東西 對平面當然比較容易 對 那這樣子的 目前現在的這些東西的話 就是說 就是我們剛剛在隔壁那個隔壁那邊 那邊有看到的 對嘛 那樣子的東西 那它其實是比較是 並沒有去強調說 這個 這個他們的設計 或者他們的圖是 來自什麼樣子的 對 就並不會去強調 因為只要這個東西夠好 對啊 它就有所謂的競爭 當然 因為如果你一直強調的話 它會有個反向的作用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那我是為了要支持這個公益 我才買嘛 那這樣子的話 一個人他在腦裡面 會用在這個裡面的錢是有限的 但如果你是因為品質好 那他會去推薦別人 這樣子就是無限的 因為你一串十串百 不是我自己一個人做的衫事而已 好 OK 那我們目前現在的疑問 已經有得到解答 謝謝 謝謝 然後就是我們做了以後 然後 好啊 隨時保持聯絡 對對對 所以再跟您報告 看我們的進展是怎樣 很棒 OK 謝謝 謝謝